農地違章工廠改善計畫 今天截止收建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最新的統計 還有多達超過一千家的工廠 沒有提交改善計畫 其中以彰化線最多 而公民團體則是呼籲 政府要善盡把關的責任 將沒有繳交改善計畫的工廠業者 進行斷水斷電或是拆除的處分 農地違章工廠改善計畫 這個月二十號是收建的截止期限 公民團體呼籲政府要確實督導 針對沒繳交改善計畫的工廠 做出處分才能落實改善政策 根據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截至週一下午五點前 統計全台約有一千零四十家工廠 沒提交改善計畫 其中包含台中市高雄市 都有超過百間工廠 沒提交改善計畫 而彰化縣沒提交的線數為全台最多 共有295家 其他像是新北市和嘉義縣 只有超過八十家業者沒提送改善計畫 經濟部強調取得合法工廠登記 工廠才能永續經營 也才能避免違章工廠出現消防貨物水等問題出現 記者原始謝其溫特報道 在大眾市場上 是長江城市場上 加上大眾市場上 可疑 因為二十一位